我想說拆開一點東西說 我就說了很久 我由第一天打到今天才打得到 是嗎? 是呀 說要給錢看那些 我也有給錢看 但我是想看那場才給錢看 即是去那些酒吧 或者去那些酒吧 我覺得世界杯金的世界杯 我看了四屆了 其實 86年開始看 應該第五屆 嗯 我覺得旁述很重要 你看一場球賽 你對一個新不太認識的人 甚至是很熟悉的人 都希望旁述是專業一些 以及中肯一些 但我覺得 有一點點 我很幸運沒有給錢看 即是沒有安那樣東西 否則我覺得是不太專業 而且一直是很偏幫自己喜歡那一隊 即是旁述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覺得不行 譬如阿叔 我知道他很喜歡德國 但是他旁述的時候他都不會做出這件事 不是 我想坦白說 即是每一個台 或者每一個節目都有不同的做法 我想大家走的方向不同 不如你們兩位做了這麼多屆 講一下你們的心得出來給大家聽聽 講甚麼心得 譬如說你評論一場球的時候 譬如你剛才阿曾醫長說你雖然喜歡德國 但也盡量保持一個中立的態度 這個就是一個廣播佬的 真的要說 你想不想如果你不說可以下一節都可以 說給你聽 最重要的是中立 千萬不要幫 任何一隊你怎麼喜歡都不能幫 幫到你就是肯定是失敗的 肯定是失敗的 要甚麼都說正宗的 是好就讚你好 不好就說你不好 最好就是要告訴別人 你錯錯在哪裏 但說給別人聽 你要懂得說而已 不是每個人都懂得說 我告訴你我不怕 不如我罵這個球員 錯了這個球 怎樣才不錯呢 你教別人也可以 你懂得罵嗎 你教別人 說別人的錯處出來 告訴別人 這樣才是對 阿蘇你不要教別人 教別人這樣多 教別人這樣多 隔壁收視可能會好 你罵別人沒用的 差吧 這球 怎樣 怎樣差就行 怎樣才不差就行 你告訴別人 我們看著廣告 中和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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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怎樣叫阿蘇 你不要說笑 我可以說多兩句 我想說回 中和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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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過之前 蘇樂說過慶吶俠 不好意思 你暫緣了你病療療 你還有什麼想跟大家說 發表一下 我剛才曾經強調過一件事 罵人 你懂得罵就行 你罵人 要教別人怎樣 是不錯的 好像昨晚 你不知道 曾小姐有沒有看 昨晚的節目 你們 有 我簡直 有人說 這個卡路士射中國的第一球佛球射得很漂亮 我說絕對不漂亮 而是這個光樽宅而已 我是不是解明給你聽 別人跟你封了這邊位 你就猜自己那邊位就可以 如果別人的佛球射在你人牆頭頂曲聚入 那個就是漂亮佛球 學到東西 別人跟你封了三分二位 你叫三分一位 那裡被人入球 你的龍門是否打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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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 我覺得 最重要是 看球的時候 都能學到東西 是 我自己不是踢球的 但是我也有看 我想我從86年開始看 是 一直到 去年我也有打電話來 是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是一邊看他的過程 你一邊是 就是你真的喜歡看球 不是純粹是臭熱鬧 就是臭熱鬧是另一種方式 你說的 好 好 親自請出門的電話 阿蘇家我們一直在看球 一邊一直講 好不好 我那個經驗 你這樣說 一說吧 我們這邊的講波佬 加加麻麻 已經踢了百多年多了 真的嗎 這樣嗎 你害怕我吧 已經踢了百多年多了 加加麻麻 真的到百多年多了 好 我們先看看土耳其對哥斯達尼加的比賽 你也知道